东京旅行流水账 大家好,我是Mr.E 整个这个系列呢 就是讲我们一家人去东京旅游的这11天 都干什么了,吃什么了 上期讲到我们已经落地了 那么落地以后的第一件事呢 我们是在东京雨天机场 取到了那个移动WiFi 我是在我们去之前的两周前 在他们的官网上订了两个PokeWiFi 然后Mr.E落地以后的 第一句日语就是 是超棒 然后服务中心的小公园一下就听懂了 立刻就可以开始直录 然后Mr.E就听不懂了 他就特别茫然地看着我 然后我听懂了 我就带着他 直走又拐在一个corner那个地方 找到了那个PokeWiFi的服务小规台 取到了我们的WiFi以后呢 真的非常顺利 我觉得PokeWiFi非常非常的重要 虽然东京到处都会有提供WiFi的这种什么 shopping mall或者是一些餐厅 但是在地铁里面还有一些局部区域 你还是真的是没有信号的 所以我觉得PokeWiFi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也是非常英明的决定 然后一转身呢 我们就看到了在YouTube上面 日本博主PO了无数遍的咔嚓咔嚓 然后Mr.E就立刻抽出了1000块日元大洋 给了我女儿 让他去过过手饮 但是出师不力啊 这个叫什么纸钞换 钢被的机器坏了 不过以后还有机会啊 约好的司机还有一个小时才会过来 于是呢 我们三个人就溜达到了航站楼的四层 它有一个叫做江湖小路的地方 其实就是逛吃逛吃的这么一条商业街 叫做Aidokoji 那这个时候我的感受就是 东京的气温和我们波特兰有很大的差异 虽然是在有空调的机场里面 但是我当时是已经热得没有情绪拍片了都 但是吃的动力还是有的 落地东京的第一餐呢 就是这一家叫做Hiroshima Yaki 出来炸道晕头转向 点餐就点带图字大的吧 这个牛司机 牛司机 牛司机 口感清淡 又不会腻的那个牛筋肉 然后配了这个 上面写的是九条negi negi是葱 大葱的意思 所以是日本非常有名的 叫做Kujou Negi 九条葱 这个应该是对于日本来说 一看就非常有食欲的大葱 非常有名的特产 就像咱们中国的山东大葱一样有名 那九条呢也是日本当地的一个地名 酒足饭包之后我就打开之前下载好的line和司机联系 他们的服务真的特别到位 我怕他给我的地点我找不到 但是人家提前都拍好了照片 还做了特别详细的标注 在哪里拐弯在哪层下楼 电梯的位置最后在哪里等待 虽然他给的楼层位置出现了一丢丢小误差 但是我通过询问楼层的服务人员 最后还是顺利的上车了 当时是东京时间下午四点半 路上已经出现了下半小高峰 日本司机很贴心 我就说了一句今天好热呀 他就用很慢速的日语问我 车子里面的温度热不热 要不要把空调的温度调更低这样 然后我就慢慢和他聊 然后我说这么多的车子 马路上还是很安静 没有人按喇叭 虽然车多 但是不会有令人烦躁的那种感觉 他就觉得我这样讲很奇怪 他就觉得 这都不是应该是理所应当的吗 用密码打开这个大锁 大门钥匙就在里面了 我们进来看一下 这里面是洗衣间和浴室 这是一个两间卧室的公寓 所以它的走廊很窄很长 整个客厅的整体感觉 就是小小的 各种家居都矮矮的 我女儿没有来得及换鞋 我们都没来得及换鞋 这边呢是厨房 感觉冰箱都矮矮的 我们打开看一下 嗯 空空的 上面还有一个微波炉很方便 我们读了一下住房规矩 Rule number one No shoes So we just took off all our shoes here and open this door and find tons of shoes So desu ne